每日神话 我是造物的主 受造的物该以敬畏我的心 来达到我所要求的一切 不该讲理更不该抵挡 我是用我的权柄来治理我的民众 凡从我造的受造之物 就应该顺服我的权柄 虽然今天你们在我前大胆放肆 背逆我所教训你们的言语 却并不知害怕 但我只是以忍耐来与你们的背逆相对 我不会因着一个个小小的蛆虫 翻动了粪土而大动肝火 以致影响我的工作 我是为了父的旨意 忍受一切我所验憎的 我所深恶痛绝的东西的存留 直到我言语的尽头 直至我的最后一刻 你放心 我不会与一个无名的蛆虫一般见识的 我不会与你鄙视本领的大小的 我验憎你 但我能忍耐 而你背逆我 但却逃不脱我父应许我 刑罚你的日子 一个受造的蛆虫 真能比得过造物的主吗 秋天 落叶归根 你归回你父的家中 我归回我父的身旁 我有我父的爱怜陪伴 你有你父的践踏跟随 我有我父的荣耀 你有你父的耻辱 我用我已忍耐已久的刑罚 来陪伴着你 你用你那败坏了万年的 腐臭了的肉体 来迎接我的刑罚 我结束了在你身上的 忍耐伴随的话语工作 你却开始成全 我话语中受获的角色 我大大欢喜 做工在以色列 你哀哭怯耻 存亡在淤泥中 我恢复了原有的形象 不再在污秽中与你存留 你也恢复原有的丑相 仍在粪堆中钻来钻去 我工作说话结束之时 是我喜庆之日 你抵挡背逆结束之日 是你哀哭之日 我不会同情你 你不得再见着我 我不会再与你对话 你再不得与我重相逢 我恨你背逆 你念我可爱 我击打你 你想念我 我欢然离开你 你却自觉亏欠我 我永远地不见你 你却永远地巴望我 我恨你 因你现在抵挡我 你想念我 因我现在刑罚你 我不愿与你同居 你却苦苦地期盼 永远地哀哭 因你懊悔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你懊悔你的背逆 懊悔你的抵挡 以至于你懊悔的满脸伏地 全人瘫倒在我前 发誓不再背逆我 但你的心只是爱着我 却永远听不见我的声音 我要让你自愧蒙羞 感谢观看